这个当然很自然 大家会把它从外部来解读 但你如果仔细推敲一下的话 它的处境一直是 我们所说的内外交困 所以我认为就是 既有外部因素 也有内部因素 压力过快爆了 对 压力过快爆 它自己也感觉到了 我们先说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第一个就是 这个还没打完的这个贸易战 然后欧美要跟它脱钩 它已经看见了 我们一直讲 中共对外貌的依赖程度非常高 它的外貌结果它分两大块 一块是比较这3C产品 就高科技的 另外一块是比较家用的产品 当然是民生产品两大块 那么民生那块 大部分是路气在做 然后家电3C高科技 大部分是外气和台气在做 所以分这两大块 这两大块里面 除了这个中低阶的部分 它自己可以完全 有一个生产链之外 其他它相当程度要靠外面 要送这个零组件进来 也就是它对外面的 这个零组件的依赖程度非常高 尤其对中高科技的 那部分的零组件依赖非常高 如果没有美国 日本 南韩 台湾 这四大家了 这个外面的高科技零组件进来的话 它很多事情是生产不出来的 简单说就是它大部分是靠加工出口 它就赚中间那点这个 叫做附加价值那点钱 就赚那个钱 所以你明白经济结构的时候 你就晓得 它不管叫脱钩也好 还是叫做去风险化也好 对它来说这打击有多严重 所以这个是它一直讲说 它这个很紧张极端情况 这个是真的它念自在自的第一块 我们再说清楚一点 它对外贸的依赖程度 这个到30%以上 而在中间分成两大块 这两大块里面相当的部分 是靠外在的这个零组件进来 来帮它这个撑起来的 所以外在零组件不进来 或者外资外商投资减少的话 它的经济一定下行 这是第一个因素 这个外部第一个因素 外部第二个因素就是乌克兰战争 我们刚刚不是讲说 布林肯去画红线吗 布林肯就要跟他讲清楚 对 俄国那边我快打赢了 你不要去帮忙 你帮忙你小心我不客气 但是我就是告诉你 我快打赢了 习近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面 所以他帮了车臣帮了什么 但是他不敢直接帮俄罗斯 当然他偷偷会去帮 他会绕着弯子帮 他就希望这个不要被抓到 因为他一旦抓了之后很麻烦 所以第二就是 他对俄乌战争态度 国际是看在眼里面的 然后手上是白的架势 是准备动手打的 那就去看你怎么办了 这是第二块 第三块是台湾问题 原来他以为台湾问题相对简单 现在发生的复杂很多 因为俄乌战争一爆发 然后他最近的几年对台湾的态度 使得大家对台湾问题 突然间上心了 大家觉得台湾问题 就像刚刚讲的在国计划了 或什么等等 不管你怎么称它 就是大家觉得台湾问题 现在是非常突出了 这是第三个因素 第四个大家不要忘记 武汉肺炎是可以卷土重来的 它没有被扑灭 现在大陆不是又不再发布 什么火化素质什么等等吗 然后到最后说 什么流感又爆发了吗 它真的是流感吗 还是又一波的 这个新的武汉肺炎 我们还不知道 所以它心里是有数的 这是外部因素 内部因素 第一个当然就是 三年的风控 然后经济就垮塌下去了 不要忘记相关的 还有什么铁链女事件 胡新宇事件什么等等 这些东西都使得 中共自己晓得 内部里面是浅差了 很大的不满人生了 二十大之前 彭丽发不是在 那个四通桥上面 拉了一下她横幅吗 然后又放了狼烟 然后又呼喊 然后叫大家注意吗 我们看起来就一件事情 在我们民主国家看起来正常 中共不是的 中共觉得说 所有声音都不能有 不一样的声音 然后所有的想法 都跟我的党的想法一样 所以大家讲的话 要跟我人民日报一样 大家讲的话 要跟我新华社这个 或新华网讲的一模一样 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他怎么说 那我是失败的 我们看事情 跟他们看事情是不一样的 我一直提醒大家 所以我们觉得 有个人出来 还挂横幅了 台湾现在不是 有人对这个地方政府 颇白期吗 我们觉得很正常的 抓到了 看到该怎么样 该打二十百 还是打二十百 然后该怎么样 他冤屈就帮他去伸冤 但是你犯法 还是要办嘛 就这么简单 中共不是 中共觉得说 所有事情 颠颠小事情 都对我来说 是根本的挑战 所以我们觉得 那些小事情 他觉得不行 这民间的不满声望太大了 我觉得他真的在意什么 白子运动 对不对 白子运动前面 他还信誓旦旦 我这三年风空 绝对不会转弯 不会怎么样 不会打这 白子运动出来没多久 突然间转弯了 突然间打开了 然后还魄力的 还有这个习近平 跟欧盟来访 高阶官员讲 啊我们三年这个清零风控 然后经济下滑 所以老百姓有不满 这些是可以了解的 他要帮自己圆个谎 你要知道 过去他从来不会讲那种话的 那现在为什么讲那种话 压力太大了 所以我们看见的是 一件事情两件事情 他看见这种 他看见是 此起彼伏的压力过来 那个压力的增绩的冒出来 他看见是这种东西 他最担心什么 所有的东西到最后加起来 就是内外交相攻击的一个 叫颜色的狗命 他怕丢掉这种权 他怕任何一个地方 成为一个突破点 一个点破了就全部奔上来了 对一点都不错 他的思路就是这样 他常常讲说千里之堤 溃于乙穴嘛 他们发现叫千里之堤 溃于乙穴嘛 我们讲千里之堤溃于乙穴 对来说每一点点都是一个乙穴 然后每一点点都可能会冲破 那是千里之堤 所以他担心到这种程度 这个解放军报今年的 就六月初嘛 六月二号跟五号 连续发两篇文章 批评什么 批评郭伯雄啦 徐才厚啦 防风回来张扬 这都已经死老虎死多久了 你还拿来打 然后他讲什么 这个他们要肃清流毒影响啦 要惩治性情腐败啦 要搞这个 就跟这些搞政治阴谋 团团伙伙的行为做斗争啦 要消除危害党的统一团结的政治隐患 这就是他们对这问题的理解 这人已经被打下去这么久了 然后理论上清除与党清这么多了 然后你在这个政法委的系统也清了 在军事也清了 什么地方都清完了 就这边一张白纸一摔想到 哦有敌我斗争 他的感觉是跟我们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对他来说呢 就你说的 每点一爆的时候 他都可能全局要爆掉 那现在还不要说呢 最新的有两个问题 一个城头债的问题 地方债务的问题 地方债务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开了不认账了 说这东西跟我们政府无关 你当初是你背书我们才来买的 就现在你说跟你无关了 哪有这种事情啊 这第一个 第二失业问题 青年失业这几年呢 大概到了五千多万了 大家不要小看这数字 这官方愿意承认的 官方不承认的数字有多少你想想看 所以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 对来说是极大的危险 那他补破亡的办法是什么呢 鼓吹个人崇拜 鼓吹个人崇拜 这是他认为唯一能救他的爸爸 因为在他体制底下 他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孙老师怎么看呢 所谓的极端情况 OK 我认为就是除了极端情况之外 还有先进有讲说什么狂风暴雨 还有什么风高浪急 惊涛骇浪等等这些说法 以至于就是说习近平强调 要具备什么底线思维 甚至还什么超线思维 是吧 等等的 所以这些情况基本上 我认为都是非常真实地去说明 中共目前的处境 也就是刚刚明老师所讲的 我把它归结为八个字 叫做内外交迫 然后江山不保 那么这就是我们过去 我自己也曾经说过了 就是说从这个习近平掌权之后 他是经历一种渐进式的衰败 然后慢慢走向终极的崩溃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是说我们来讲内外交迫吧 我们先讲外部好了 外部的话就是说 现在中共目前已经 我认为已经遭到国际社会全面的孤立了 是一种国际孤立无援的一个状态 你看他现在世界上有几个朋友 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出了问题 国际社会也不会伸出援手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变成是一个怎么样 一个国际社会的一个拒绝往来户 这是一个外部的一个危机 举目无亲 举事无有 这样一个状态 那至于说内部这个问题的话 我想最主要当时经济问题 不过光是经济问题 就数业数不完 我为各位大家数一数看看 第一个青年失业 第二个企业倒闭 第三工资下滑 第四房地产泡沫化 第五外资流失 第六外汽撤离 那么第七外贸下降 进出国下降 还有就是货币的贬值 最近人民币贬得很厉害 另外就是科技的断供 然后是金融流动资金不足 叫做金融失血 还有就是财政的空虚 地方政府现在都还没钱了 最后是外汇的流失 我们知道它属于十二个危机 这个十二个危机 你说对于一个政权来讲的话 你能说它怎么样 不是一个极端的情况吗 还是一个比较新的 它之前累积的都还没有处理完 对 而且我一直在强调就是 这个十二个危机本身 它是连锁性的 多点爆发的一种危机 是只要有一点 就是从刚刚明老师说讲 只要这个江河的溃体的时候 这样有一个洞口 它就可以全面溃体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就是说这个内外脚迫 然后目前面临到是一个江山难保 江山不保的一个情况 即使就是说要靠自己活下去 如果我们细数刚刚那个 十二二个经济危机的话 你连靠自己都活不下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所谓的极端情况 很多人认为就是备战 但是你要注意 这场战争不是中印边界冲突 不是中非与业纠纷 他不仅是要备战台海 他可能要备什么东西 备美中大战 要备怎么样 日中大战 甚至你要备什么 北约大战 所以这个不是 为什么叫极端呢 就是说你这个 就是说什么 那不是小规模的区域战争 也不是两个国家之间 本身的一种斗争 是你中共试图一打多 一个这个中共的政权 要去打整个西方世界 对抗的这样一个战争 所以这种战争本身 不是一种小型的 一种边界纠纷 它是一种大型的 一种战争的来临 所以因此才会就是 一种极端的一个状况 所以讲到这里 我们也觉得就是说 怎么讲呢 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了 明明就是已经是 受到国际社会这样的 一种全面的孤立 内部的经济的问题 这么样的深重危机 这么样的一个重大 还要搞个人崇拜 还要入什么 入脑入心入魂 搞这种所谓的 这种意识形态的一种 这个运动 其实是无脑无心 然后无省 永远被洗脑 就醒不过来 造成整个中国人民 思想的平板化 整个民族智能的 一个低落化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明明已经身处 末路之中 还要继续狂奔 明明前面就是 铜墙脸壁 你依然还是要 满牛撞墙 所以这个一个 习近平这样的一个人 来做领导 这个必然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 民族灾难的结果 对 那么多好 我们再来 这种情况之后 我们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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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